第396章 悲剧的周晓晓和傻有钱商会 周晓晓的到来令姬长信夫妻二人有些吃惊 一个是因为周晓晓高达96级的实力 另一个就是好奇于她此行的目的了 以周晓晓的身份地位 来到摩斯总会中竟然第一时间释放出自己的阴阳面 再加上她那一脸急切的样子 很明显她这是为了节省时间才这么做的 可是有什么事情能让她这样的强者 天下第一富豪如此急迫呢 还是找上摩斯公会 旁边的希洛和卧佛此时都已经松了口气 有两位至尊强者出面 自然就没他们什么事了 这是他们这些至尊强者的问题了 姬长信和上官迎空本来之前已经打算离开摩斯总会了 但因为激动突然带来了那近乎神迹的阵法 两大至尊强者都选择留了下来 一个是为了研究激动所带来阵法的奥妙 另一个也是因为激动的请求 是激动请他们留在这里的 激大哥 这次你可要帮帮小弟呀 要不然小弟可就惨了 一秒钟几十万啊 周小小一脸可怜兮兮的样子 看着姬长信 哪有一点至尊强者的自觉 姬长信笑骂道 行了 你这大富豪还跑我这里来哭穷吗 少跟我来这套 什么事 直接说吧 你这么着急 难道就是来找我们的 我可不记得和你有什么生意来往 周小小苦笑道 我这次确实是为了生意上的事而来 是来找你们那位好玄孙激动的 这小子 哎 真不是一般的 让我头疼啊 一听周小小提到激动 姬长信和上官迎空的眼神 顿时变得谨慎起来 在他们心中 这个玄孙可是他们的至宝 平等王一脉 除了这样的绝世天才 甚至可能是未来大陆最高至尊 他们又怎能不重视呢 周小小身为傻有钱商会会长 可以说是属于另一个层面的人 如果他和激动有过节 可不是容易处理的事 胖子 什么生意能让你亲自跑过来 又和激动有什么关系 我可警告你 你要是感动激动一根汗毛 不只是我饶不了你 朝阳兄那边 你也小心吧 姬长信是知道这胖子和因朝阳关系密切的 当初在他还没有成为 傻有钱商会会长的时候 殷朝阳曾经救过他的命 胖子对殷朝阳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的 周小小一脸痛苦的样子 脸上的肥肉簇拥着 另一双小眼睛都有些看不到了 鸡大哥 我是不能不来啊 我们傻有钱商会突然被两大帝国拒之门外 这么大的事我能不来吗 我说一秒几十万确实有些夸张了 但如果说是一分钟几十万 那是毫无问题 姬长信吃惊地道 你说什么 有两大帝国将你们拒之门外 还会有这种事 哪个帝国会得罪你们傻有钱商会 又和激动有什么关系 此时他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傻有钱商会在大陆运营五百年 抵运之身后 甚至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官方都要让他们几分 突然两大帝国将其拒之门外 在鸡长信看来 这机会是无法想象的 周小小道 还不是你们中土帝国和东木帝国吗 如果只是东木帝国的话 还好办一些 说句大话 我们商会如果全力施压的话 他东木帝国也承受不起 问题是 还有你们这大陆第一强国呀 中土帝国也宣布 断绝与我们商会的一切合作 并且要求我们商会 在半个月内 全部退出中土帝国境内 这份损失我们可承受不起 商不与官斗 我只是个生意人 这不是 赶快就跑过来了吗 鸡长信咒没到 胖子 你不是拿我寻开心吧 你要说 别的国家还可能 我们中土帝国 为什么要与你们商会断绝往来 我怎么从没听说过 要知道 现在中土帝国的政局 实际上就是掌握在 平等王义脉手中的 鸡云生 鸡叶商 这爷孙俩早已将当今陛下 积云路架空 这样重大的事情 没有他们的首肯 是不可能完成的 周晓晓叹息一声 道 这件事也怪我们商会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 那天 激动带着学员们 离开傻友前酒店后 陈思玄让灭绝战神 陈龙奥传回东木帝国的话 起了作用 或许是他那一句 威胁太过强力 东木帝国在短时间内 宣布拒绝与傻友前商会 一切贸易往来 并且禁止傻友前商会 在东木帝国做生意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 傻友前商会总部 引起了巨大震动 傻友前商会成立500年 经历过的风雨 磨难也不少 但像这样被一个国家拒之门外 却还是第一次 谁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而就在这时 从中原城傻友前酒店的消息 传了回去 机动被酒店那位总经理 拒之门外的事 也到了总部 刚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人将这两件事 联系在一起 身为商会会长 周小小第一时间 得到了这两个消息 顿时大为震怒 立刻下达命令 免除了那位总经理的职务 直接调回总部受审 就在他从机动身上联想到 和激动在一起的东木圣女 陈思玄的时候 中土帝国这边 又传来了令傻友前商会震惊的消息 中土帝国也同样宣布 断绝与傻友前商会一切贸易往来 同时勒令傻友前商会所属一切 包括资产在内 在半个月之内 必须全部撤出中土帝国 否则一律没收 这一招可以说比东木帝国更狠 东木帝国多少还留下了几分余地 中土帝国这边 却是连半分余地都没有留下 周晓晓自然坐不住了 和商会议事团大吵一架 在他将这三件事联系到一起之后 议事团中微弱的质疑声瞬间平息 心中无不大骂那位酒店总经理 为了商会的利益 也为了挽回激动这个近乎完美的继承人 周晓晓立刻准备动身出发 前往中原城来协调这件事 也就在这个时候 又一个极具震撼的消息传来 赤火学院副院长激动 带领30名赤火学院平均不到三贯的学员 在与天干学院的鄙视交流中 历措阴阳学堂排名前30的学员 以一种神奇的阵法震惊魔师界 魔师公会总会与中土帝国联合发表声明 得到这个消息 周晓晓立将那位总经理生死活烈的心都有了 他本就极为看好激动 但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能够带来如此之多的奇迹 没办法 他只有以最快速度 从西金帝国首都跑来中原城解决这件事 第一个找上的自然是魔师公会 在他想来 刚刚威名远播的激动 定然是留在这里的 可惜 他还是来晚了一步 听完了周晓晓的讲述 鸡长信面臣似水 行啊 胖子 挖墙脚挖到我们平等王一脉来了 挖墙脚也就算了 你手下的人竟然还敢来敲打 敲打 我家激动 你自求多福吧 银空 我们走 说完 鸡长信转身就走 一点也不给胖子留面子 大哥 大嫂 你们别走啊 周晓晓赶忙冲上前拦住二人 一张胖脸都快变成苦瓜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何况 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啊 是手下人不懂事 我回去一定言成 而且 两大帝国断绝与我们公会来往这件事 估计也不是激动的主意吧 这也算得上是无妄之灾了 激动那边我一定会去解释 不过 是不是先让中土帝国恢复了与我们商会的贸易 不然对我们来说 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鸡长信一甩一袖 淡淡地道 胖子 我只是一咸云野鹤 中土帝国的事我做不了主 你应该去找当今陛下才是 更何况 做错了事就要承担责任 不是什么人都能被随便敲打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激动会答应继承你这商会会长的位置 不过 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如果想让我们中土帝国恢复与你们之间的贸易 你还是应该去找激动 没有他开口 我相信 中土帝国这次是不会给傻有钱商会这个面子的 听了周晓晓的叙述 他就已经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毫无疑问 这是鸡云生和鸡叶商这爷孙俩搞出来的 就是要给激动出气 而身为选阻 更是对激动无比看重的他 自然不会反对 心中反而是极为支持的 激动现在可是他们心中的禁乱 这可不只是简单的面子问题 大哥 我也想找这个小子 但你总要告诉我 他现在什么地方啊 周晓晓哀嚎道 他是真郁闷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突然变成了大麻烦 让他怎能不痛苦呢 其实 损失一点钱财 倒不在他眼中 傻有钱商会 底蕴丰厚得很 而且这次犯下大错的 更是意识团中的反对派 毫无疑问 经此打击 反对派本就不强的力量 更是受到了致命的摧毁 他担心的是 激动这个继承人 好不容易才让人家答应 成为商会继承人的 要是因为这次的事 激动在不理会他这边 他岂不是还要痛苦地为商会服务几十年吗 更何况 他也知道 自己不可能再找到一个比激动更好的选择了 激尝心美好气地道 我也不知道这小气带着他的伙伴们去了什么地方 你那傻有钱商会 号称天下第一 消息网络足以超过任何一个国家 难道你还找不到他吗 我 可是 我们现在正在被中土帝国驱赶 这让我怎么找啊 万一短时间内找不到 这次损失可就惨重了 要不 激大哥你看这样如何 小弟一直仰慕摩师公会 这次既然来了 准备捐赠摩师公会一些钱财 就一百万金币吧 我也不让大哥为难 只要允许我们公会不撤出中土帝国就行了 暂时停业一段时间 损失毕竟还不会太大 但如果非要撤出 不撤出的全部没收 那对傻有钱公会来说 可就是极其巨大的损失了 像傻有钱酒店这种固定资产 可是怎么也不可能撤走的 积偿信沉吟片刻后 点了点头 道 好吧 这件事我就帮你一次 不过 你最好还是尽快找到激动 时间长了 恐怕我的话也未必管用 周小小这才松了口气 心中暗叹一声 激动啊激动 你这臭小子 竟然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当初对你实在是低估了 怎么也没想到 你的态度竟然能够影响到两大帝国 大哥 我听说激动带来哪些学员 有个非常不错的阵法 你看 能否让我参观一下 激长信道 如果你是准备回去 收服西金帝国皇室的话 当然可以 就在周小小为了傻有钱商会奔波 并且发动商会全部力量寻找激动的同时 激动已经带领着伙伴们通过迷雾沼泽 第二次进入了地宫之中 这一次自然要顺利的多了 除了福瑞和激动以外 其他人都可以凭借自身魔力 得到那神奇阵法的认可 被直接引入 至于激动和福瑞 当时能够难住他们的事情绝对不多 激动直接发动混沌之力 又一次清空了那法阵的力量 带着福瑞强闯而入 进入地宫 激动将众人各自分配到属于他们的宫殿之中 自己和福瑞两人则进入了火系宫殿开始修炼 这次他们的时间并不多 主要目的就是让每一名伙伴都将五行法阵牢记心中 并且能够领悟其中一些 众人的修为比当初激动和摇迁书来的时候要高得多 有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领悟几个最基本法阵显然是毫无问题的 激动 你那灭神机的奥义再给我讲讲吧 不知道为什么 练成了灭神机第一重之后 我就在南寸进了 而这个技能的作用极大 如果应用得当 就算是酒罐魔师也无法承受我们一击之力 福瑞对激动的灭神机一直都很感兴趣 虽然这个技能只能近身使用 看上去有些鸡肋 可它的威力却太大了 第三百九十七章 苦修灭神机 激动微笑道 师兄 灭神机我可没有藏丝啊 好 我们就来切磋一下吧 当下 激动又将灭神机的奥义为福瑞讲解了一遍 听了他的讲述之后 福瑞问道 那这么说 这灭神机的进步主要就是在练习次数 以及对魔力的控制能力上了 我的灵魂之力虽然比不上你 可是相差也并不会太大 而且我自问对灭神机的领悟还是可以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那凝聚后的魔力始终只能保持压缩一倍的情况而已 不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再增强了 激动想了想 道 难道是因为混沌之力的缘故吗 我在控制魔力的时候 有混沌之力因素在其中 灭神机从第一重进化到第二重 感觉上就是水到渠成的 压缩一倍到压缩两倍 我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困难 直接就突破了 从第二重到第三重也是如此 三倍压缩后 魔力爆发性也会变得更强 这几乎是随着我的魔力进步速度 以及灭神机使用次数自然而然的进步 只是在进入第三重之后 我才明显感觉到灭神机修炼有些困难了 从第三重到第四重 似乎是一个瓶颈 如果能突破这个瓶颈 灭神机的力量应该还能升华 福瑞无奈地道 好吧 那我就再试试 小师弟 我必须要提醒你 这灭神机的作用对于你来说绝对是巨大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它必须进身 才能发挥效果就忽略它 在我看来 这灭神机真实的实力 绝对就是它这名字显现出来的 先不说它修炼到后面会否出现特殊的变化 但是对魔力进行九倍压缩这种逆天的效果出现 那么这一击上去 有九冠魔师发挥 恐怕威力都要直追终极必杀技了吧 说灭神也未必就是夸张 所以你一定要努力修炼 还有一点 我必须要告诉你 在从圣邪岛回来之后 我也已经开始领悟到混沌的奥义 虽然还没有你精深 但也能够调动一些了 因此 这灭神机无法继续修炼与混沌无关 一边说着 弗瑞抬起右手 眼中蓝紫色光芒一闪 下一刻 一道若隐若现的乳白色电光 已经围绕着它的手掌跳动起来 顿时 空气中的魔力波动变得奇异起来 令激动大为惊讶 他这才知道 弗瑞在与自己鄙视的时候 竟然还隐藏了他这混沌之雷的力量 圣邪岛大劫 固然令激动和弗瑞都陷入了极致的痛苦之中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次巨大的打击 也令两人的修为都在上重楼 有了全新的突破 看激动陷入沉思之中 弗瑞道 我猜到了一种可能 天之玉的神奇 绝不只是拥有混沌那么简单 它能够烙印技能 也能烙印那技能源主人的精神意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之所以无法领悟到灭神奇更深的傲益 就是因为少了这份意志的存在 恐怕除了你之外 也没有人能再真正学会这灭神奇了 除非有一天你修炼到第九重 真正领悟了它全部傲益 才能再传授给别人吧 听弗瑞这么一说 激动顿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确实 当初在吸收那块天之玉的时候 自己分明感觉到 这个技能完全烙印在了 自己的灵魂深处 而他交给弗瑞 也不可能用自己的灵魂去烙印 灵魂这东西 即是虚无缥缈的 又是神妙无方的 没有人敢说 真正地领悟它的奥秘 弗瑞拍拍激动的肩膀 虽然我不能练 但幸好能练的人是你 好好努力吧 其他的技能更多只是技巧 但灭神奇却绝对是一个 需要积累的能力 不说别的 其他技能最多只是因为 你的魔力提升 而相应的提升威力 灭神奇却绝对不是 我估计 等你突破到第四重的时候 一定会有惊喜发现 到了那时候 恐怕我也就真的不是你的对手了 论魔力 弗瑞可不一定在激动之上 凭借着双系存续法阵的作用 激动完全有可能在段时间内 拥有超过弗瑞的魔力 面对弗瑞 他最大的差距 还是在神器上 弗瑞已经能够完美地应用 他那雷遇神斧 而激动对火神之剑的掌控 却非常有限 这才是为什么他无法战胜 弗瑞的真正原因 激动明白 如果灭神机能够再做突破的话 那么配上自己的六重咒杀 就算不附加任何其他技能 其本身也足以媲美单体出击超臂杀技了 在修炼的经验上 弗瑞明显是要超过自己的 他的话相当于为激动开启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在这一刻他已经决定 接下来地宫中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将放弃对五行法阵更多的理解 全部用来修炼灭神机 争取早日突破到第四重 也看看这灭神机到了第四重后 究竟会产生怎样奇异的变化 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修炼中度过是很快的 尤其大多数人都在领悟五行法阵 这时间过去的就更快了 弗瑞和激动共同在火系宫殿中修炼 弗瑞继续领悟五行法阵 而激动则全身心地练习灭神机 对于他来说 最期待的灭神机突破效果 自然是突破后能够将其应用在远程攻击上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么灭神机就绝对是一个逆天的技能了 激动完全有信心凭借他来挑战九冠强者 可惜 灭神机的修炼并不是那么顺利 一个多月的刻苦努力 激动几乎是不眠不休的修炼 但到了即将离开的时候 却依旧没能完成突破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灭神机已经修炼到了第三重巅峰 可就是无法冲破那最后一层的阻碍 隐约中 激动感觉到这极具实战意义的技能 恐怕真的要在实战中才能突破了 出了地宫宝藏 第一次接触到五行法阵的几人都有种全新的感觉 哪怕是阿金也是如此 芙瑞看了看重人一个个衣衫蓝绿的样子 不禁失笑道 我们现在可真不像是天干圣徒 这样吧 大家先找个地方修整一下 然后就去圣邪岛 对于芙瑞的话 大多数人都没什么反应 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尊重芙瑞 实在是五行法阵带给他们的震撼太大 虽然已经通过传颂法阵离开了地宫 可他们一个个还没能清醒过来 而这种沉浸其中的感觉 对于领悟五行法阵也是极其重要的 激动陈吟道 我看这样吧 大家这些天也十分疲倦了 而且对于五行法阵领悟也到了关键时刻 就不用都去圣邪岛了 时间上也已经有些来不及 师兄 不如就我们两个一同前去 他们就去天基城等我们好了 芙瑞点了点头 道 这样也好 天基在天基城等我们呢 让他们先去会合 我们去一趟圣邪岛后就回来 也不会耽误多少时间 激动老师 让我和你一起去圣邪岛吧 正在这时 不远处的陈思璇突然开口了 他的眸光依旧清明 似乎并没有因为对五行法阵的领悟而影响到心绪 你 你去圣邪岛干什么 激动陈声道 你才刚刚加入天干圣徒之中 更需要多花时间领悟五行法阵 你就不用去了 可我已经领悟得很好了 圣邪岛也算得上是圣地 我还从没有去过 正想见识一下 陈思璇有些固执地说道 激动眉头微皱 领悟得很好了 五行法阵一共九个 你能领悟几个 只要你领悟到四个以上 这次我就带你去 听了激动的话 陈思璇不禁笑了 如果是别人 当然无法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 领悟四个五行法阵之多 可他是谁 他的前世乃是烈焰女皇啊 对于各种魔法元素的感知 掌控 魔力的变化 可以说是神级的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 他领悟五行法阵 自然也要比其他人容易得多了 奄然一笑中 陈思璇双手已然抬起 光芒闪烁 一条绿色光带 已经在他身前盘绕成圆圈 奇妙的乳白色莲花 在其中绽放 正是极致以目魔力的展现 当这朵莲花完全盛开的同时 熟悉的五行法阵气息 已经悄然呈现在了激动感应之中 以目凝聚法阵 激动不禁暗暗赞叹 这陈思璇绝对是个天才 当初自己刚刚从地宫中出来的时候 恐怕对凝聚法阵的领悟 都不如他这么深刻吧 看他使用起来毫无声色感 显然是已经真正地领悟了 这凝聚法阵的奥义 伴随着以目凝聚法阵的出现 其他人的目光 也都落在了陈思璇身上 毕竟 这么多天以来 他们修炼的就是五行法阵 就在这时 光芒一闪 魔力再次出现了变化 以目凝聚法阵悄然回转 漂浮到陈思璇背后 两片巨大的花瓣光影舒展开来 做出翱翔之状 以目翱翔法阵 这一次机动可真是惊讶了 要知道 陈思璇本身可是没有飞行能力的 只是凭借着他那永恒之铠 才能够飞行 在五行法阵中 这翱翔法阵 应该是最后领悟的几个之一 只有修为突破了酒罐之后 魔师才能不受元素干扰破空飞行 像机动这样拥有凤舞龙蛇变的异类 自然是极少数 可陈思璇竟然能够领悟这个法阵 看上去还深得真髓 这就令激动不得不吃惊了 陈思璇当然不会飞 凭借永恒之铠 也不可能有这么快的领悟 可他前世还是烈焰时 可是能够任意翱翔的 领悟这个法阵自然不在话下 紧接着 陈思璇的以目法阵再次出现变化 从翱翔转存续 再由存续转同化 最后定格在传颂法阵之上 身影一闪一线 显然是回归地宫之后 又传送了回来 五个 他竟然领悟了五个法阵 除了阿金之外 其他人都用震惊的目光 看着陈思璇 要知道 现在的激动 也不过就领悟了五个法阵而已 陈思璇领悟的这五个 和激动领悟的五个一模一样 当然 这也是因为激动没有将更多时间 用在五行法阵的修炼上 可这才多久 进入地宫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法阵领悟上 陈思璇竟然已经追上了激动 他的魔力也同样达到了七怪 他才十九岁啊 在众人中 年纪最小的一个 如果说之前还有人质疑他是否合适以牧圣徒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现在再没有谁会说什么 如果不是激动本身是极致双火系的拥有者 陈思璇所体现出的天分还要在他之上了 老师 我现在可以跟你一起去了吧 陈思璇翘声声地问道 看着他 激动实在是有些无奈 不论自己如何拒绝 这个完美的女孩子就是越挫越勇 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过激的话 更没有玩那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 就只是默默地跟在自己身边 只要自己让他跟着 他从来不提任何过分要求 更是对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 这样一名完美的女孩子能做到如此 就算是百炼金刚也要化为绕纸柔了 要说激动不动心 那是不可能的 但他却不能动心 他隐隐能够感觉到 陈思璇这是等自己主动地爱上他 毫无疑问 这是最聪明的做法 也是最令激动无可奈何的做法 激动有些怪异地发现 自己甚至有些怕这个女孩子了 怕自己有一天真的会爱上他 从而背叛烈焰 好 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 激动点了点头 他心中已经有了想法 让他看到自己祭奠烈焰 也未必是坏事 让他明白自己有多么爱烈焰 或许是令其知难而退的好办法吧 我也要去 渺渺抬起头 目光也渐渐恢复了清明 他可没有去询问激动 或者是福瑞 人家自己有做齐 看他那坚决的目光 带有你们不带着我 我就自己去的意思 第398章 为了激动老师 一切都值得 激动看了福瑞一眼 明显发现福瑞的神色上略微出现了片刻的僵硬 心中不见暗叹 看来师兄和自己一样 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啊 不过 他虽然坚持自己一定要和烈焰在一起 却绝对希望福瑞能够忘记痛苦 渺渺对于福瑞来说 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或许就是他心中的另一种矛盾吧 不等福瑞开口 激动已经点头到 好 那就一起去吧 摇钱树 你带着其他人去天机城和天机会合 少则五日 多则十日 我们必回 好 摇钱树答应一声 在众人中 他是领悟五行法阵最早的 当初和激动一起时就有所领悟了 他和激动不一样 激动有着神器火神之剑 两大君王留下的灵魂烙印绝学 需要修炼和实战演练的东西太多 后来更是有了灭神机和分身错影这些技能 而摇钱树 虽然不像激动有这么多千变万化的强势技能 但对自己的魔力 魔技修炼的却极为扎实 他对于五行法阵的领悟 甚至还要超过福瑞 已经整整领悟了七个法阵 正希望更进一步 自然不愿多当个时间 令激动原本有些担心的阿金 竟然也没有提出任何意义 并没有要和他们一同前往的意思 自从那天 阿金改口同意陈思璇加入天干圣徒之后 激动一直觉得有些怪异 在来地宫的路上 阿金就变得更加沉默了 话比以前更少 这样的变化令激动有些担心 却又无可奈何 他也不知道阿金是怎么想的 更不会主动去解释什么 嘹亮的龙吟声响起 激动和福瑞分别召唤出了大眼圣火龙 和紫雷耀天龙 激动想沉思悬道 既然渺渺也去 你就做他的银翼海东青吧 我的大眼圣火龙性格暴躁 恐怕会伤到 他话才说到这里 眼睛却已经直了 刚被召唤出来的大眼圣火龙 居然已经匍匐在地 武良夜的大头直接探到了陈思悬身前 甚至还在他身上轻轻地蹭了蹭 怎么看也没有半分性格爆裂的意思 反而极为温顺 陈思悬似笑非笑地看向激动 激动老师 您的大眼圣火龙似乎很喜欢我呢 我就作您的龙吧 每等激动开口拒绝 武良夜竟然连连点头 一点也不给激动面子 把大头低到了陈思悬面前 这样的情况 不论是激动还是其他人 都是第一次看到 每个人的脸色都变得怪异起来 大眼圣火龙 正能够压制同类巨龙的一代圣龙 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难道他们也会贪恋美色 可是 他们似乎本身就是女星啊 看着激动目瞪口呆的样子 陈思悬扑哧一下 已经纵身而起 悄然落在武良夜头上 激动很无奈 他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用力地思考后 他告诉自己 这应该是因为陈思悬那极致 以目魔力的关系 陈思悬的魔力 充满了庞大的生命气息 是任何生物都喜欢的 身上更有永恒之铠 这件生命女神的神器 以及自己暂时借给他 恢复永恒之铠魔力的生命之和 吸引大衍生火龙也不是没可能的 可怜我们这位一代圣王 判断的一点都不正确 陈思悬吸引茅台和武良夜的原因 只有一个 那就是因为他是烈焰 龙族是最敏锐的种族 尽管烈焰只有一丝神石残留 茅台和武良夜也能第一时间判断出来 他们在孵化的时候 用了激动的鲜血 但同时 烈焰付出的却要比激动更多的多 他们对于烈焰又怎会不亲近呢 可以说 他们能够拥有现在这样的力量 全都是烈焰赋予的 福瑞上了自己的子雷耀天龙 有些好笑地看着心不甘情不愿 登上茅台背后的激动 正在这时 身边却突然多了一人 渺渺翘生生地站在他面前 我的银翼海东青 最近在闭关进化 激动的大眼圣火龙 性格暴力 我就和你做子雷耀天龙吧 一边说着 在福瑞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直接转过身 坐在了他身前的位置 双手抓住子雷耀天龙背上龙庵 大有你赶我我也不下去的意思 福瑞一阵无语 前一刻自己还想取笑小师弟呢 可谁知道后一刻自己的麻烦也来了 感受着其他人有些戏谑的注视 福瑞美好气地道 雷停 走 子雷耀天龙双翼拍打 如同一道巨大的紫色闪电 一般腾空而起 另一边 大眼圣火龙身体清白 也腾入半空之中 激动和陈思玄 分别站在茅台和五粮夜的龙头之上 伴随着那黑白双色的神龙腾空 两人大有种飘然若鲜的美感 阿金站在地面上 遥望着空中渐渐消失的身影 翘脸已经没有了一丝血色 双拳下一时钻紧 为什么 为什么你走了又回来了 为什么我感觉有了希望的时候 希望就此断绝 是的 你救了我的命 可你也让我无比痛苦 主人啊主人 我究竟该怎样 阿金姐姐 你也喜欢激动 对不对 蓝宝的声音悄悄地在阿金耳边响起 阿金全身一震 扭头看向同样脸色苍白的蓝宝 伸开手臂 轻轻地搂了搂他 傻丫头 不要多想了 我们不会有机会的 蓝宝低下头 我不明白 为什么 烈焰女皇不是我能相比的 可是 这个陈思玄才刚刚认识激动 为什么 阿金摇了摇头 道 你还是对激动不够了解 他不会爱上你 我也同样不会爱上陈思玄 他爱的 就只有烈焰 我的主人 在这一刻 他心中突然好受些了 想起激动那一头白发 想起他让自己刨开胸膛时的样子 此时的阿金 心中剩余的就只有祝福 希望他们能够真的在一起吧 也只有他 才能配得上他吧 主人 激动 我会祝福你们的 从诺丁森林迷雾沼泽到东海海滨 还是有一段不短距离的 激动四人 在两头九阶巨龙的全速飞行 配以翱翔法阵的情况下 也足足飞了两天两夜 才远远地看到了东海 圣邪岛早已没有了任何遮蔽 紫雷耀天龙和大衍生火龙 还在高空之中 众人就已经看到了 那横耿于大海之中的壮观景象 在激动和福瑞的控制下 大衍圣火龙与紫雷耀天龙缓缓停在天空之中 福瑞、淼淼和陈思玄脸上的神色各有不同 而激动的目光中却已经充满了灼热 哪怕他们距离眼前的震撼 还有十公里以上 也能清晰地看到那接天连地的庞大火墙 浓艳的红莲天火的隔绝 甚至比当初的万雷劫玉界还要彻底 不论大海之中风浪如何巨大 也无法接近到那庞大的红莲天火附近 璀璨的火焰带着夺目光彩 彻底地阻隔了两片大陆之间的联系 激动的嘴唇抿得紧紧的 双拳紧握 胸前不断起伏着 正是这眼前的红莲天火 拯救了光明五行大陆 但也正是因为眼前这红莲天火的释放 令它失去了一生的挚爱 可以说 这片无边无际的火焰是烈焰的心血所寄呀 如果不是释放了这样一个强大的超臂杀技 或许烈焰在面对杀神修普若斯的时候就不会死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烈焰 当初你为什么要留给我一个任务 为什么不让我随你而去 你可知道 我一个人活在世间有多么痛苦吗 激动喃喃地轻叹着 全然没有注意到 听了他这句话后 站在五粮叶头顶上的陈思玄已经紧咬下唇 正在这时 远处一声洪亮的大鹤响起 激动 你这臭小子总算是现身了 快急死老夫了 伴随着声音传来 一道金光宛如流星一般 带着灿金色的尾焰直奔这边而来 庞大的更金系气息 另陷入回忆中的四人同时一惊 下一刻 那团金光已经在他们不远处停了下来 可不正是傻有钱工会会长周晓晓吗 是你 激动看着周晓晓 脸色顿时一沉 他的出现顿时令激动想起自己在傻有钱酒店的遭遇 能给他好脸色才怪 可不就是我吗 激动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胖子一脸苦相 脸上的肥肉都要攒在一起了似的 你找我干什么 激动冷冷地说道 周晓晓嘿嘿一笑 道 当然是赔礼道歉了 千错万错 都是我胖子的错 你大人大量 给个机会行不行 看着胖子那有些猥琐的笑容 激动的脸色缓和了许多 不论怎么说 周晓晓都是一位拥有96级 强大修为 并且领悟了混沌至今的爵士强者 这样一个人陪笑着在你面前承认错误 之前的事情也并不算很大 激动心中的怒气也算是消了 你没错 又不是你得罪了我 不过我很怀疑你在傻有钱商会的地位 一个酒店总经理都不把你的话看在眼里 你这商会会长当的也不怎么样吧 激动淡淡地说道 胖子脸色顿时变得有些尴尬 别提了 我都快气死了 这么跟你说吧 在傻有钱商会内部 按照规矩 永远都是分为两派的 一派就是在历届会长掌控之下 大约拥有意识团三分之一的成员 另一边则是另外三分之二 这是为了制约商会会长的存在 毕竟 这个会长经过商会培养 拥有强大的力量和实力 如果不加以制约的话 很容易令商会走向灭亡 你遇到的那个酒店的总经理 就是那三分之二的意识团成员之一 当然 这次他犯下大错 已经被免职了 不过我说 激动小子 这件事虽然是我们商会不对 你也不用大动干戈吧 以下断了我五分之二的生意 你知道胖子我有多心疼吗 我断了你的生意 激动疑惑地看着胖子 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周晓晓看了一眼 激动身边的陈思璇 东木帝国 中土帝国 先后断绝与我们商会之间的往来 不就是因为你在傻有钱酒店的事吗 小子 你和我装什么傻 他一直以为 这些事都是激动受益的 激动也顺着周晓晓的目光 看向陈思璇 这件事你知道吗 陈思璇明确无误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 是我让东木帝国 断绝与傻有钱商会往来的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他们侮辱了激动老师 就是侮辱了我 这件事我当然要管 所以我让人通知了父皇 听了陈思璇这番话 不只是激动 福瑞和淼淼 也是大吃一惊 傻有钱商会他们都知道 这天下第一商会 对大陆的影响力 他们也很清楚 从之前的话中 他们已经听出 眼前这胖子 分明就是傻有钱商会会长 一位更精细的至尊强者 他们对激动和陈思璇的关系 也不是十分清楚 本来以为两人是情侣 可从激动的表现 又看得出 他对这位东木帝国而来的少女 并没有那份爱恋 对于陈思璇的身份 激动并没有隐瞒什么 早就告诉过他们 可他们也想不到 陈思璇对于东木帝国的影响力 竟然这么大 不论是东木帝国还是中土帝国 断绝与傻有钱商会之间的往来 固然会令傻有钱商会损失巨大 但同样的 两大帝国的损失也绝不会小 更何况还随时有可能面对 傻有钱商会的全面报复 这拥有着500年底蕴的庞大商会 可不是谁都敢于得罪的 激动的惊讶 也是因为陈思璇的影响力 不论怎么说 陈思璇也只是一名公主 她竟然能够影响到 东木帝国做出如此决定 这实在是激动没想到的 胡闹 你难道不知道 这样做会令东木帝国 有多大损失吗 激动就没说到 陈思璇奄然一笑 仿佛是在述说着一件 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似的 但然道 我只知道 我的老师被人欺负了 损失点钱才算什么 只要能为你出口气 我就认为值得 就算陪上整个东木帝国 又算什么 第三百九十九章 十大名九之四 我的小姑奶奶 你这口气倒是出了 可我受得了吗 胖子一脸的无语 他更是没想到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竟然根本就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陈思璇哼了一声 道 你们傻有钱 商会内部的矛盾 牵连到激动老师 就是不行 不论怎么说 你们也只是一个商会而已 如果五大帝国 坚决要将你们 从大陆上剿灭 恐怕你们 也不可能存活下来 不过 既然你亲自来道歉 也算你有诚意了 回头我写封信给父皇 让他恢复 你们傻有钱商会的生意 就是了 周晓晓实在是有些欲哭无泪 甚至是有苦说不出 这小俩月的时间 傻有钱商会 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虽说商会底蕴深厚 不在乎这点钱 可是这件事 对商会的名声打击 却是难以估量的 尤其是其他商会 无不在暗中拍手称快 好吧 激动 那中土帝国这边 是不是你也给我写封信 中土帝国 激动疑惑地看着胖子 这边我也同样不知道 我根本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周晓晓无奈地道 你不说不代表别人不说 反正中土帝国那边 现在更强力 不但断绝了我们的生意 还要没收呢 激动略微思考片刻后 点头道 好吧 我给你写信 周晓晓身上带着纸笔 赶忙送了过来 激动和陈思璇各自写信一封 算是了缺了这件事 接过这两封信 胖子大大的松了口气 不论怎么说 这件事总算是解决了 对傻有钱商会虽然有所损失 但也绝不是伤筋动骨的 把信收好 他向激动道 激动小子 没想到你还是很好说话的 我本来以为你会难为我一番呢 激动皱眉道 在你眼中我就那么不讲理吗 周晓晓赶忙陪笑道 当然不是了 否则我怎么会选你做我的接班人 对了 这次我把你要的东西带来了 给你一边说着 只见他大手一挥 一团浓郁的金光包裹下 一个锦盒破空而至 激动抬手接过锦盒 不明所以地看向周晓晓 这是什么 周晓晓道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自然是你想要的东西 锦盒入手很重 激动低头向锦盒看去 这锦盒通体呈现为紫黑色 上面雕刻着极为精美的纹路 隐约能够看出是九条龙的样子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九条龙 似乎分别属于各种属性似的 九条龙的眼睛 都是由不同颜色宝石镶嵌而成的 锦盒中 还有一层淡淡的魔力波动 散发出来 似乎是一个隔绝空气的小法阵 但是这锦盒就以价值连成 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激动开启盒盖 并没有想象中的浓郁魔力扑面而至 呈现在锦盒黄断衬托中的 竟然是四个瓶子 每一个瓶子都有着极为古朴的样式 却又各不相同 分别呈现为蓝色 红色 白色和黄色 看到这四个瓶子 激动顿时心中一震 抬头看向周晓晓 这是你说的那四瓶酒 周晓晓点了点头 道 按照调酒师工会的那个明酒录记载 这四瓶分别是排名第二的蓝色幽灵液 排名第五的九转燕燕江 排名第七的金锡玉液 和排名第九的寂寞如月 看着手中锦盒内的四瓶酒 尽管激动明知道胖子这么做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好感 令自己无法拒绝它 可他却依旧不可能将手中这四瓶酒还回去 要知道烈焰留给他的心愿一共就是十瓶酒 有了这四瓶酒 在未来这几年时间中 他就能省缺很多功夫 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对大陆上各种事物处理 以及两天大陆的盛战之上 更何况 明酒录上所记载的十大明酒 都是稀释其真 他也不能肯定出了眼前这四瓶之外 还有没有另一份 周晓晓选择拿出这些酒的时机 无疑是极好的 正好是激动已经帮他解决问题 他又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的时候 这样一来 不但目的达到了 还不会让激动对他产生不满 明酒录上记载的十大明酒 与十系魔力 有着交相呼应的奥妙 向生命之源呼应的就是乙目系 汉海穷江 是人水系 周晓晓拿来的这四瓶酒 分别呼应的是丁火 丙火 庚金和雾土 十大明酒激动一句其六 也就是说 六年内 他都可以对烈焰有个交代了 看到这四瓶酒 福瑞的眼神也同样是火热的 身为调酒师 工会中原城分会会长 他也不止一次看过明酒录 眼看周晓晓拿来了其中之四 他又怎能不动心 不过 他心中也同时生起了强烈的警惕 无功不受禄 人家拿出了这些无价之宝 很明显是有目的的 东西没问题吧 周晓晓看着激动的眼神 就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激动默默地点了点头 将锦盒盖好 小心翼翼地收入到自己的猪雀手镯之中 看到他收起这四瓶酒 周晓晓脸上的肥肉 才算是真正地放松了下来 激动 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好好谈谈了 激动点了点头 道 你说吧 周晓晓精神一震 道 在中原城发生的事只是一个意外 我可以向你保证 以后绝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了 我希望你能继续履行当初的约定 尽快到西金帝国去一趟 接受商会议事团考核 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那就算了 这四瓶酒就当作我送你的礼物好了 这点东西我胖子还拿得出 对于周晓晓最后一句话 激动不禁有些惊讶 原本他以为这胖子会以此来劝说自己的 却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说 抬头看向周晓晓 迎上的是他那双虽然很小 但却十分真诚的眼睛 好 我答应你 激动没有再和周晓晓谈什么条件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激动老师 你要三思啊 陈思玄提醒道 淼淼在另一边也道 就是 就算要答应 也要和他谈谈条件吧 激动摇了摇头 凑齐十大名酒 每年以一瓶祭奠烈焰 这是我对烈焰的承诺 也是烈焰最后的心愿 在这件事上 我不愿意打任何折扣 周晓晓看着激动的目光顿时变了变 他此时才知道 激动要凑齐十大名酒的目的 竟然只是为了祭奠一个人而已 为此 他竟然愿意做出如此之大的退让 事实上 他也早就做好了激动狮子大开口的准备 激动 到啥有钱商会进行考核 恐怕还会有些麻烦 周晓晓沉声道 这一次 他脸上再没有了任何戏谑的神色 剩余的只有诚恳 激动如此大度地答应下来 他也不好再耍任何心眼了 索性实话实说 什么麻烦 激动平静地问道 周晓晓道 这次两大帝国断绝与商会之间的贸易往来 令我压力很大 同时也令商会高层大地震 你的影响力已经充分得到了商会的认可 你那神奇的法阵也着实令我吃惊 但是 这样一来 意识团对你的考核难度恐怕会大幅度增加 具体的考核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意识团却甩出了一个我都无法拒绝的诱惑 如果你能通过这次的考核 不只是将成为我的继承人 让你个人得到整个商会的支持 而是你通过考核后 不论你做什么 所有的一切都将得到商会全面支持 也就是说 啥有钱商会将会成为你的后院 无条件地支持你 首先能够做到的一点 就是将商会所拥有的三大神器 交由你来支配 什么 这一次 不论是激动 陈思璇 还是福瑞和淼淼 无不大吃一惊 但周晓晓带给他们的震撼 还没有结束 不仅如此 商会还不会限制你的任何行动 只要你承认自己是商会会长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你只需要挂个会长的名义 就能得到全面支持 为什么会这样 这么做对你们傻有钱 商会有什么好处 激动惊讶地看着周晓晓 周晓晓苦笑道 坦白说 当然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之所以有如此优厚的条件 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你能完成这次的考验 他们提出的考核内容 必定是极其极其艰难的 如此优厚的条件 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和我这一方的议事团不得参加考核意见 因为这次两大帝国的事 我大动干戈 撤换了不少人 这也是他们的一次报复 陈思玄仲梅道 难道他们让激动老师去摘天上的星星 我们也能做到吗 你们这优厚的条件根本等同于无 周晓晓摇头道 当然不可能是完全无法完成的 肯定还会有一丝完成的希望存在 他们真敢提出完全无法完成的任务 我也不会和他们善罢甘休的 激动 这次这四瓶酒是我以个人名义调取的 你看这样可好 你去接受他们的考核 如果考核太难或者太过危险的话 你索性就放弃好了 我绝不会怪你 陈思玄还要再说什么 却被激动抬手止住了 略微思索片刻后 他向周晓晓点了点头 道 好 我答应你 等我们此行圣邪岛之后 就去西津帝国走一趟 周晓晓文言大喜 那就太好了 我一定帮你们争取可能争取到的一切 既然你们结束了圣邪岛之行 就跟我回去 那我索性就和你们一起吧 等事情结束后 我们一同回西津帝国 激动道 这样也好 不过再回去的路上 我要先去和伙伴们会合 胖子哈哈一笑 道 没问题 也不差这点时间 你们先去圣邪岛 我找人去送信 稍后就到圣邪岛 与你们会合 说完这句话 胖子身化流星 转瞬间消失不见 心满意足地走了 激动老师 你怎么能答应他 连他这样强大的至尊强者 都说很难完成 肯定是危险性极大的 陈思璇焦急地说道 激动摇了摇头 道 你不懂的 为了烈焰 不论做什么 我都愿意 那四瓶酒 我志在必得 这是我能为烈焰 做的最后的事了 就算是刀山火海 我也要闯一闯 绝不会白要傻 有钱商会的东西 激动说得对 再困难 又能难到什么地步 何况还有我们呢 我们大家一起 帮助激动 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完成的 福瑞眼中 闪烁着充满信心的光芒 他和激动考虑的方向 略有不同 周小小刚才许下的条件 实在是太优厚了 根本无从拒绝 如果他们十大天干圣徒 能够再得到三剑神器 以及傻有钱商会 全面支持的话 那么 对于他们来说的帮助 就太大了 所以他才支持激动拼一下 不只是因为他们 每个人都有着强大的实力 同时也是因为 激动所创造的五行相生循环阵法 连那些二、三贯的学员们 都能将阵法应用得那样强大 这阵法换了他们这些 天干圣徒来使用 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大眼圣火龙和紫雷药天龙 从天而降 飘然落在了一片焦土的圣邪岛上 尽管已经过去了近一年的时间 但这里却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万雷劫玉界的轰击下 任何植物都不可能 也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了 所有的生机 几乎被完全抹去 远处看是一回事 脚踏实地 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重返圣邪岛 福瑞和激动的脸色 都变得沉凝起来 就连渺渺也是如此 他们谁也无法忘记 那场浩劫所带来的一切 当时正是他们三人全力以赴 也未能阻止黑暗天机发动一事 激动眼中闪过一抹森燃杀鸡 恨恨地道 如果有重生的机会 那么 我一定会在第一次 来到圣邪岛的时候 就将当初的光明天干圣徒 斩尽杀绝 福瑞没有说什么 但从他的神色中 也能够看出深深的怨毒 但现在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再说什么也都晚了 第四百章 烈焰的第一个忌日 正在这时 突然间 四人发现 他们已经被包围了 周围至少有上千名战士 悄无声息地围了上来 他们的行动 整齐划一 上千人同时行动 发出的声音 竟然非常细微 很难令人发现 看到这些战士的装束 激动的目光 不禁投向身边的陈思璇 因为这些战士 正是他曾经面对过的灭绝军团 手持龙枪 端坐于翡翠帝西龙背上 强大的压迫力 同时从四面八方涌来 四人都明白 这应该是五大帝国 驻扎在圣邪岛上的人手了 自从圣邪岛大劫之后 五大帝国都派遣精锐 再次驻扎于圣邪岛之上 监控红莲天火的防御情况 对于五年后不可避免的这场圣战 谁也没有半分侥幸心理 除了圣邪岛之外 东海海滨那边也驻扎了五国上百万大军 激动他们从天上飞来 虽然有大眼圣火龙带起的云雾遮掩 但降落的时候还是被发现了 激动他们明白灭绝军团不会有威胁 可大眼圣火龙却不干了 身下九爪将他们那雄壮的身体撑起 茅台和五粮叶龙谋之中 威严傲暗的光芒不断闪烁着 突然间 他们同时仰天长吟 浓烈的黑白双色光芒 同时从这两头巨龙身上爆发出来 如果从高空中俯瞰的话 就能发现 茅台和五粮叶爆发出的气流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太极图形状向外扩散开来 正是太极魔狱 还只有七阶的时候 大眼圣火龙就曾令灭绝军团的群龙俯首 更何况现在他已经九阶了 哪怕是福瑞的九阶子雷耀天龙都不敢得罪他们 更何况这些地西龙了 刹那间 上千头的西龙如同鸽麦子一般匍匐在地 做出了一模一样的动作 双爪前身 龙头直接埋在胸前 身体更是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对于他们来说 太极魔狱中包含的大眼圣火龙气息 实在是太可怕了 震撼 除了这两个字 福瑞想不出其他什么来形容眼前这一切了 大眼圣火龙的龙威 连他身下的子雷耀天龙都有些颤立着 这头长得有些怪异的巨龙 实在是太强大了 但是气息已经如此恐怖 恐怕现在这大眼圣火龙真正的实力 还要在自己和激动之上吧 激动抬手拍拍茅台的龙头 好了 不是敌人 茅台和武良夜这才消停下来 不再长吟 低下头匍匐在地 将激动和陈思玄放下来 看他们那温顺的样子 似乎刚才的一切和他们没有丝毫关系似的 但也就是这一声龙吟 却震惊了整个圣邪导守军 能够留守在圣邪岛上的 无疑都是五大帝国精锐中的精锐 五大帝国最强大的龙骑兵军团 各有三千人驻扎在这里 大眼圣火龙一生龙吟 按照距离远近 对这些地龙都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同时也惊动了圣邪岛上多达二十万的守军 一时间各种飞行魔兽纷纷升空 全都朝着这边的方向汇聚而至 一会儿的功夫 数十头飞行魔兽已经聚集在他们头顶上空 大多数都是六七阶的魔兽 但也有几头高达八阶和九阶的 有魔兽飞在自己头顶上 大眼圣火龙的脾气不禁又上来了 要不是激动的压制 恐怕他一定会站起来制造一场空难 何人降临圣邪岛 一个浑厚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声音从数百米的高空传下 依旧十分清晰 充分显示出说话者不俗的实力 听到这个声音 福瑞顿时笑了 宋瑞龙大哥 小弟福瑞在此 哦 原来是你小子 吓我一跳 大家都散了吧 石龙宋瑞龙骑承着自己的九阶巨龙 从天而降 轰然落地 落在了激动和福瑞四人面前 他骑承的是一头九阶钻石龙 不过 钻石龙的龙威 却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 茅台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 这头钻石龙的气焰 顿时收敛起来 低眉顺眼的样子 比当初子雷耀 天龙还要谄媚 宋瑞龙看上去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反而显得更加年轻了 眼神温润 面带微笑 身上散发着一种 圆融如意的气息 感受到自己 做其伙伴的变化 不禁有些惊讶地 看了一眼 激动身下的大眼圣火龙 大哥 你突破了 福瑞惊喜地道 宋瑞龙缓缓点了点头 但脸上却没有半分喜色 突破是突破了 但复出的 却是当初所有守卫海滨战士们的生命 万雷劫欲界的压力 令我终于得到了突破到九罐的契机 可是 如果有选择的话 我宁可永远不进入九罐 宋瑞龙的修为激动 自然也看出来了 当初的宋瑞龙 就已经是八罐巅峰强者了 经过万雷劫欲界的威压之后 竟然突破到了九罐 八十九级和九十级虽然只是一线之格 但谁都知道这两级之间的差距又多么巨大 中土帝国 不愧是大陆第一强国 其底蕴太深厚了 至少就激动所知 在中土帝国达到八罐巅峰 随时有可能突破九罐的就有数人之多 听了宋瑞龙的话 福瑞的眼神也不禁黯淡下来 大哥 这次我们回来 就是要祭奠一下兄弟们英灵的 宋瑞龙点了点头 道 这个没问题 可惜 死去的兄弟们连尸体都没有留下 只有在红莲天火前的衣冠中 我们几个被几位至尊强者所救时就发誓 五年后 当红莲天火消除之时 定以自身之一切为死去的弟兄们复仇 走吧 我带你们去 钻石龙重新升空 带着紫雷耀天龙和大衍圣火龙 朝着圣邪岛深处飞去 飞在空中 福瑞向宋瑞龙问道 大哥 其他几位兄长呢 他们情况如何 宋瑞龙道 他们也都没事 说起来 我们真的很幸运 正好遇到了几位免下 从而得救 他们现在分别驻扎在圣邪岛各方 你们降落的地方 是我的管辖范围 现在圣邪岛上的各国军队 还是由我来统一指挥的 福瑞道 现在大哥也是天罡免下了 统帅大军也是应该的 宋瑞龙苦笑道 我算什么免下 如果有的选择 当初我宁可和伙伴们 一同下地狱 这近一年来的时间 我们都是在煎熬中度过的 看你和激动的样子 想必也不好过吧 福瑞看了一眼低头不语的激动 不说这些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如何为死去的伙伴和亲人们报仇 如何捍卫我们光明五行大路 伴随着向前飞行 众人已经距离红莲天火越来越近了 离得越近 震撼的感觉也就越强烈 这是何等力量才能支持的恐怖魔技啊 终极必杀技 果然不愧是只属于神的终极必杀技 在没有任何阻隔的全速飞行下 大约三个时辰后 他们终于抵达了圣邪岛中央 真正能够接触到红莲天火的地方 距离红莲天火还有数千米的时候 宋瑞龙已经催动钻石龙从天而降 带着众人落在地面 不用宋瑞龙说 大家也明白提前降落的原因 那奇异的红莲天火表面看来 虽然没有散发出任何热量 但却有着一种奇异的吸引力 看得多了 离得近了 就令人产生出忍不住向他冲过去的念头 淡淡的光芒闪烁 激动脸上流露出一丝奇异的光彩 正正地注视着那远处的红莲天火 这红色的火焰光幕 对于他的吸引力还要比别人大得多 就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激动突然腾身而起 直奔那红莲天火的方向冲了过去 激动 你干什么 福瑞大吃一惊 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激动已在百米开外 宋瑞龙色变道 快 阻止他 在刚驻扎到圣邪岛上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些战士 忍受不住红莲天火的诱惑走了过去 全都化为了灰烬 所以我才下令 不得有任何人 接近到红莲天火十公里范围内 一边说着的功夫 他和福瑞都已经冲了出去 在全力加速的情况下 短距离内他们的速度 还要超过自己的坐骑 淼淼也跟着冲了上去 甚至召唤出了自己的大地女神之杖 激动的实力 他们都很清楚 如果不再半途减缓他的速度 恐怕谁也阻止不了他了 唯一没动的 就只有陈思璇 他痴痴地看着激动的背影 从五粮叶的龙头上 跳落到地面 缓缓前行 就在激动冲出去的那一瞬间 他只觉得自己的心狠狠地 揪痛了一下 他清楚地看到了激动眼眸中的 流露出的无尽悲伤 此时此刻 陈思璇突然感觉到 自己以前对激动的认识 竟然还不够 他对烈焰的爱 比自己想象中更要浓烈得多 最近这段时间 他已经明显感觉到 激动在态度上对自己的变化 尤其是那有些逃避的感觉 更是令他窃喜不已 他以为自己潜移默化地接近他 正在不断地取得胜利 但是 就在此时 他却突然明白 激动心中依旧没有半分 陈思璇的身影 依然全部都是烈焰 邪恶之神 你这个混蛋 陈思璇突然无比痛恨起 那提出条件的神王 这一刻 他才真正明白 自己要面临的挑战 有多么困难 尽管他在不断地告诉自己 只要每天都能看着他 和他在一起 自己就满足了 可实际上 他真的能够满足吗 看来 想要找回激动的心 不下猛钥是不行了 激动的全力加速 绝对是恐怖的 极致双火 在他身后 就像是两个火焰喷射器一般 阴阳火翱翔法阵的双重推进 腾蛇闪毫无保留的释放 几乎令他在几次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冲出千米之外 身后追来的 福瑞和宋瑞龙 只能是被拉得越来越远 以宋瑞龙 已经达到九冠的强大魔力 竟然也无法拉近距离 烈焰 烈焰 在激动心中 正在不断发出着令人心碎的呼唤 从早晨到现在 他的情绪一直都有些不对 原因无他 去年的今天 就是圣邪岛大节的日子 也就是烈焰陨落的日子 今天 是烈焰的忌日啊 怎么办 追不上他 宋瑞龙有些惊慌地说道 红莲天火太强大了 比当初的万雷劫玉界还要危险 万雷劫玉界在没有爆发之前 只不过是漂浮在空中的 而这红莲天火 却是实际存在于地面 这能够阻隔两片大陆的终极必杀计 岂是人能够靠近的 我来 从后面赶上来的淼淼大喝一声 灰晶色的光芒 骤然呈直线爆发 直追激动身体而去 光的速度是无与伦比的 淼淼也知道 凭借自己的实力 是不可能让激动完全停下来 他要做的 只是减缓激动前冲的速度 好让福瑞和宋瑞龙追上去而已 眼看着 那灰色光芒就已经追上了激动 浓烈的光韵 直接覆盖在激动和他身体周围的地面上 顿时 强大的吸扯力从地面传出 在渺渺的全力作用下 大地变成了沼泽 数十股泥浆带着极致极土的魔力 和神器的力量从地面冲出 缠绕向激动的身体 只要他被一股泥浆射中 渺渺就有把握 凭借接踵而至的魔力 减缓他的速度 至少短时间支持毫无问题 足以让福瑞他们追上去了 但是 他们还是小看了激动冲向红莲天火的决心 就在感觉到身体迟缓 周围泥浆迸发的同时 刺目的红光已经从激动身上爆发出来 无与伦比的恐怖杀气 瞬间将身体周围的泥浆角的粉碎 激动整个人就像是疯狂了一般 依旧一往无前地冲了过去 大地女神之杖的力量 竟然也无法阻挡住他 此时此刻 在他身上 正冒起着火神之剑的强烈光芒 甚至还带着一层淡淡的乳白色 混沌之火的乳白色 这才是全力以赴的激动 最可怕的激动 不 小师弟 快回来 福瑞终于恐慌了 奋力怒吼 希望能够叫住激动 可是 此时的激动 眼前已经只有那无尽的红色 感谢大家